15年的时间跨度 时间的大变样高 故乡 异乡的转变 然后就想到家里面 好像是这种家是这里 然后就想到这里了 一点都不习惯了 感觉心里有点慌慌的 很着急的那样子 营养 聪明 一溪一冬 生活依然在继续 记录片编辑时 《家在崇明》下节即将播出 据云阳县移民局官员介绍 云阳县最终将向上海崇明移民 上海安徽等11个省市的103个县市 将接收其中的4万3000多人 移民的大规模外迁将在 7月8月13号的上午 云阳县的首批外迁移民呢 正在上船准备启程前往上海崇明县 2000年8月13日 600多人称作江雨9号 从重庆云阳 迁移到上海崇明定居 那时 我们的镜头跟随其中3户人家 一路沿江而下 记录下他们出到一个城市的 彷徨 焦虑 15年后 我们再次寻访 为他们15年前的故事 做一次补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栏目 张灵一家需要从上海 坐火车到宜昌 然后再转船回营养 在宜昌 一家人特意去参观了三峡大坝 看清了 看清了 这是三峡大坝了 点钟 这个白夜色发展本口 应该是 把你坑高一点 把你坑高一点啊 这个关系大了 现在基本上在上海崇明那边就安家了 张灵的儿子在崇明读高中 因为喜欢画画 特意带了素描本来三峡大坝 十五年前 他的父母就因为三峡工程的建设 才离开故土移民上海 来 我们上船了 你还没有知道你来了 妈 老大 顺别说 那会儿才上船 明天上午都进来吧 早七八点钟可能都下船了 八点钟的样子 上午都进来 进来吃中午好吗 当年 张灵和父母家都在水渭线下 最后 小夫妻俩带着两岁的儿子去了上海 张灵的父母没有外迁 而是搬到了新建的南西镇 看见没有 又到奶奶家了 爸爸的老家都被这个水淹掉了 在这个水下面 知道吗 以前这个水没这么深啊 现在水做水库把这个水囤起来了 把水囤起来这个水就慢慢长高了 水长高了就变深了 变深了就把老家的房子淹没掉了 所以说老家的房子就在这个水下面了 知道吗 那奶奶换家了吗 现在我们有新的家 奶奶也换新家了 对啊 然后那个旧家就在海里面 江里面 就这个江里面 这个是长江 现在那个上海那个水它不咸了 不咸了 以前我们来的时候 刚去的时候上海的水很咸的 煮粥的话都不行 煮粥的话很咸一点都不习惯 他们好多都不习惯 刚刚去的时候哭啊什么 好多了 怕不哭 我们年轻 不要回去 谈起过去15年的生活 张琳和甘雪梅显得很轻松 可当年他们才22岁 还要在远方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定居 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最辛苦我还是那一年 然后去拉那个泥青太辛苦了 我觉得早上4点多钟就起来了 晚上的话要天很黑了才回来的 搞泥青 拉泥青的话就是这个泥青 它的温度高嘛 泥青一般要150度 就是你要把这个油布造好 用好 装好了 油布造上去 夏天本身 室外温度都要40几步 不小心就碰到手上就是一个泥 那泥青差不多 又干了6年 就拉泥青这个生意 那才是老先生 哪个人用那一头才是老先生的 哪一头找的呀 哪一头 哪一头老先生找的呀 现在这个人认不出来了 是的吧 是的 是啊 是啊 云阳 位于重庆东北部 深处三峡腹地 从云阳到新建的南西镇 还有十多公里路程 张灵一家到了云阳后 接了朋友的车继续前往南西镇 这只开车里的老家好开 好 那是哪个老家好开啊 那是从哪里 大概看了 坐下这些山河看起 有点下雨 有点下雨 你们儿子 现在的这个心情 这两天的这个心情 心情还在都是不好过吗 挺舍不得他们的是吧 那儿子走了 你在家里怎么生活呢 你是不是有病 你是不是有病 那儿子他能对你 有病 我真的有病 是个病 不是个病 是个病 是个病 我们全都便宜卖的 不值钱,拼到百个、送到别个 多少人走,要呵呵大众 什么好,我们东西全部都卖的 不值钱,拼到百个、送到别个 多少人走,要呵呵大众 在樓上還有雞子 還有菜 當時他們要不回來 你要準備這麼多嗎 不回來沒準備這麼多 回來他們早就告訴我們 回來我才準備這個辣貨 辣菜 老他們都得要想自己的後人菜 南溪鎮在外面打工的人很多 春節臨近 在外謀生的年輕人 陸陸續續地返鄉 拿踢高 多累 去喊奶了 從頭村扔進去 去喊奶了 喊奶了 喊爹爹 喊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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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著有點暈倒 喊奶媽 喊奶 看來我們會怎麼樣呢 喊奶 很高興 喊奶 你爸是在家來囉 喊人喊 喊人喊 你煮得幾個呢 喊人喊 喊人喊 这几楼都是的 租了租了 卖了两套 这一栋都是自己住的 他现在住到五楼去了 前一年我回来 上次是住到二楼 现在也搬到五楼 二楼不是忙好吧 先住 先住二楼 来 这儿子 这儿子呢 住出去的 来 这里有櫻圆 买的都多了 买了几百块 老太 大家借过在这里 我们去盖了 出去補吧 好帅了吗 那些东西下的 这些东西下的 那个帽子我吃了 老太是胖他们瘦的 看看 老太是胖他们瘦的 你来做 我要 我先开一个看 我用 我一群瘦的时候 祝你们身体健康 好冷的了 好棒啊 后腿修个工具来拿来拿来 来看他想不想来啊 这份牵挂一如15年前 我们现在整个圆来 我希望爸爸慢慢帮助 保住身体 和家欢乐 和团结 我这个心情是一样的 做身体健康 生意 家人嘛 新的嘛 家人干一干嘛 我一样 这种 放在这个圣子都那里 都在外面搞 怕出一点 什么问题事的话 我们可能人都看不到 这份人在上海 那个事儿 都喜欢 以前几年都看不到 别人走 都不担心 她也看不到我們 外面也看不到我們 只能練花糕練習 那個時候本來她爸媽還不讓我們來 然後她覺得自己家裡面條件這麼好 然後你還跑這麼遠幹嘛 那個時候我們反正想想年輕 反正你看那老家那麼多 在外面打工都不是也在外面 對吧 我們想想無所謂 這位一向要強的母親 此刻卻忍不住了 現在我胖了 現在瘦了 龍洞鄉的經濟要差一點 移民共四十三戶二百零三人 十幾年 十幾年大便一樣 嗯 她說孩子走到我也不做生意 然後就帶了兩個娃兒 二十十天都哭 我姑娘說媽媽你不哭吧 過後要回來她說 第二天我在上班 我在上班母親先下來看我的 我要帶動多東西 帶的辣肉 白酒都帶四十斤 剛去的那人 移民賣車的 走老家下去帶肉 大塊二塊的 排骨肉 我要豬腳 長幾袋 長幾袋 羊魚一乘千八多斤 幾百斤嘛換的是 換的再好多錢錢 都給他們乘幾斤 這時候我也問我那個妖女好嗎 這她妹妹好幾個 那時候我下去的時候 二十三歲吧 那時候這個是最小的妹妹 這個才那個 你看聰明那裡 去人就變黑了兩個世界了 你看我們去的時候這麼白 去了一年兩年 這個樣子了 這個是剛去的時候 這是我的兩個老表 這是姨媽家的兒子 她也是移民 去的時候很白的 這個也很白的 去了一年 這個是第二年 這是我們全家庫 十五年的時間跨度 時間的大變樣高 故鄉 異鄉的轉變 然後就想到家裡面 好像始終家是這裡 然後就想到這裡了 對吧 一點都不習慣了 感覺心裡有點慌慌的 很著急的那樣子 維養 蟲民 一溪一冬 生活 依然在繼續 紀錄片編輯室 家在蟲民夏季正在播出 給她吃這個套餐 這些都是今天來的 這些都是今天吃的 都買了就小點的吧 買兩盒吧 那個是綠菊味 那是香甜的 甜 水果味 這個是麻辣味 那買甜的吧 他們喜歡吃甜的 給他們帶點甜的回去嘛 給他們帶點甜的回去嘛 出名的超甜的 出名的 沒什麼東西帶 你帶那個吧 回來的時候從那邊帶過來 那從那邊帶回去 你那邊帶甜的過來的 那邊不是超甜的嗎 那邊不是超甜的 帶點酒 帶點孩子 帶點蟲 那些蟲 那個他們帶過去 在那邊沒帶的 你說沒有回去嘛 都是想回去的 然後你一回去了 感覺就帶不習慣了 然後就想到家裡面 好像始終家是這裡 然後就想到這裡了 對吧 一點都不習慣了 感覺心裡有點慌慌的 很著急的那樣子 十五年 異鄉已變成故鄉 我今天已經有多了 好笑 情人 最好笑 救命 我天主 宝宝 妈妈问你 你今天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呀 今天要去 南门 去南门干嘛 你去干嘛 你知道去干嘛 去干嘛呀 是要去幼儿园吗 是的 宝宝要不要上幼儿园 要 我们今天去报名哦 看到老师 知道 知不知道 当时选择这个幼儿园 听说还在那边 必须得满房是吧 为了学区 他是分区 招生的嘛 你必须复活在区域内 才能去那边读 所以说为了他们买套小房子 把复口牵过去了 包括以后的小学书中都包括了已经 这个幼儿园是这一片 整个县里最好的一个幼儿园吗 算是第二吧 不算最好 算是第二号 因为考虑到这一块主要是要考虑这一片 有一个最好的初衷 所以说以后考虑到了 那是不是这十多年来 其实你跟父亲都有 好多的这种 你父亲啊付出啊 包括你的这种 适应性的困难 然后其实到了他这里 你们才会觉得稍微的 就是放松一点 轻松一点 嗯 是应该是的 因为他毕竟这边出生 这边长大 什么说适应方面的话 我没有担心 没有担心过的 他毕竟以后 跟很多小朋友一起长大吧 这种适应性 肯定比我们好多了 那时候我估计也就没有什么 跟那里人没有什么区别 到我看来 就是啊 宝宝叫什么名字啊 叫什么 宿浩成 宿浩成 宝宝几岁啦 Air Favor academia 1914岁嘛 是 inches 不要玩 别紧张啦 我们以后要在这里玩啦 你家里面还有一什么 您又要在这里玩 好办 当初他们过来 我爸他们那一代过来 确实 smiley lån 是很大的 因为他毕竟购下我们 丢下了很多东西 然后包括自己的什么 以后的自己的发展 什么之类的 为了我们这一代 虚实蛮厉害的 然后我们这一代 也不会算是创造了一代 真的受益的是 从我们下孩子也就 我现在只能尽力创造一个好几条件 给我一下 然后就为她以后好 这边有什么滑的 屁股托腾 你怎么不吃了吧 你怎么不吃 你怎么不吃 好了好了 怎么了 屁股托腾 地图摔成了 想玩一下就好了 哎呀 没事的 摔一摔才长得高呀知道吧 嗯 哪里头 摔了长不高的 不会的 摔了还是可以长高的 摔了把我长大了对吧 下一次走到这里就要注意一点 不然会摔跤 你还要玩一次吗 妈妈帮你拿过来 你等着 你等着 别哭了 来 怎么差一点呀 你还不够高 你看 都抓紧了啊 抓紧了 哎呀 十五年的时间跨度 时间的大变样高 嗯 故乡 异乡的转变 然后就想到家里面 好像是这种家是这里 然后就想到这里了 对吧 一点都不习惯了 就感觉心里有点慌慌的 很着急的那样子 先进一步 好 再说 那只要是 我会坐在一起 我身体里面 还有 再买 你就等我 就此人 十三 千万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记忆中的路 桥 屋 已经不复存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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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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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